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非常感激 做得老 學家的事情 老闆及去合理 我現在的想法 所以從這裡說 台中的平和 去查學家的時間 查去查去 在查到哪裡呢 現在變成了學會 還有會留的資料在查 還有會長的資料在查 我一看是台中媒體 本身在當時 當時有關學家的資料 看到有說 古希的未知 當時有所謂的學家 當時有所謂的 當時有所謂的 因為當時有所謂的 所以是說 全球新的未知 沒辦法去資訟 所以查資料要查不清 一家的家鄉 一家是一家的家鄉 當中日來 你故鄉 從老的家的 家媒婦作為 廣場建作為 在家的 古宮 和保護官的官長 不去查 他在民視黨年前 退一家人風 他在下村市 他在下 七家的歷史上下 但是他們的官長 發展一家廠戶後 他沒辦法 完全 六十多年的廟戶 不過這次 經營有多多的事情 像鄉親一生的事情 他感應的故事 他感應總統的歷史 提供共同的平台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所以 學家的歷史 不需要學民的歷史 可以人類的歷史 中間的官長 學家的危機非常重 危機在電影的 非常好好的 台下其他 不管什麼民宿 都在共同 和他們的防範 第二個防範 要說 我們在替防的地震 替防的家具 在共同法 都在做飯 所以台下突然說 不管你們的狀態 也在演 也在出拳 也在民宿 也在故事 也在下山 第一個事情 不要玩從這 我想 今天客家危機 剛剛有朋友在問說 客家危機 是不是我們在基金會裡面 開創一個資料 叫做客家危機 其實沒有這種東西 它基本上就是 我們提出一個概念 叫做客家 這樣一個內容 它可以透過 集體共筆的書寫 大家一起寫 所以每一個人寫上去之後 他可以經過 剛剛我們這個民宿長 王民宿長他說 編輯作者之間 會相互校對 其實不是 讀者更是重要的校對者 讀者發現說 明明就寫到我家的歷史 可是你寫錯了 那讀者就會成為作者 成為共同的編輯者 甚至會超越替代那個條文 他成為一種 新的條文的創作者 當然這個經過時間的累積 這個條文是不斷的要改寫的 不同的年代 有不同的主事者 每一個家族的管理人也會改變 所以這整個歷史的條文 其實不斷的充實 結果過去 客會已經在推動 客裝化這邊普查 以後非常多的條目 已經寫在開放的網站上面 那現在就是說 這些網站透過 我們現在只有196位的在駐地的記者 這是透過電話 這樣一個徵求的記者 他當作地方上的發動機 但事實上呢 我們也號召更多的196位 196位不是固定是拿196位 而是說我們很期望 透過這樣一個寫作的過程 讓所有的人 不管你是客家 也不是客家人 你都可以把你所生活的 你所關心到的 跟你有連結的客家事情 可以寫到維基版本 所以這個維基這件事情 會成為客家在跟全世界不同的民族 所有的人交流的一個很好的平台 剛剛澤民提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就是感情的事情在上面很難書寫 可是我覺得感情這個事情 這就是文學的美感所在 經過四度的轉化 維基仍然是保有感情的部分 所以裡面有世界民族 世界民族不就是感情嗎 並不是感情不能書寫進去 而是說我們透過感情 透過一種轉化 它又會成為大家願意閱讀的 譬如說小王子 你們有嗎 有 小王子不是感情嗎 充滿感情 充滿想像 充滿了夢幻 不見得是真實的 可是呢 透過這樣一個作品的傳遞 它成為另外一件事 來給書寫 我想這是可行的 那最後呢 還能提醒大家 我們說實話 不會這個事情是一個開始 基金會 我們也感謝客會這個支持 我們也感謝各位朋友的支持 我們感謝1996位租記記者的協助 使得大家有機會 把每一個踢訪傷害的事情 做得到進去 你的資料 那些說得 平常都在國的世界 他跟副長子家 會喊啊 做得 情趣 最後他說 到底客家人是怎麼生活的 對不對 客家好像是很神秘的一個族群 其實客家人每天都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一點都不神秘 這時候拉撒歲 昨天呢 我以後再看一個我們的 非常非常好的電影 希望金毛獎他們得獎 這個 大吉大利和加鼎南 那個是我們客家的導演 阿祖導演 林志祖導演 都演的 那個女主角就是 這個前主播 吳毅榮 我們吳毅榮當家主播 那個電影 說實話 是打破了客家人 對於客家自我表現的一個看法 可是那不表示 那種內容 不是客家人生活的內容 你說那種內容 各位 真的趕快去看這個電影 那完全超越了我們現在的想法 可是呢 它是表現法上面的突破 並不是生活的突破 生活就如此 生活太真實了 可是你要拿什麼東西 要把它表現出來 你願意表現它嗎 所以我想 今天中間的技術 客家的危機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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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在拍照 你們 要把康律發動的 資料不斷的客家的危機 其實 吳毅榮的危機 要是問這樣危機 跟 秘書長 他就要這樣 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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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呢 除了我們像這一場之外 我們也會努力的 持續的 在各個庄頭 去做類似的這種的推廣 讓大家知道 怎麼去書寫 特別是很多人書寫上頭 剛剛各位看到工作方 寫的時候呢 真的會有很多疑惑 因為你有疑惑就卡住了 一般來講卡住 你就不想寫了 覺得這個平台不好用 這個平台呢 我相信 透過過去專業已經 一段時間呢 相當長久的時間呢 這樣一種累積呢 他的方法 越來越 越來越穩定 就是你怎麼去 這些資料填上去 你資料填得越多 對讀者而言 他就越能夠理解你是誰 你是做什麼的 你特色在哪裡 所以呢 如果遇到障礙就停下來 就好可惜 好可惜 所以想基金會呢 未來會持續跟 維基我們這個學會呢 我們持續的保持這樣一種合作 希望各地方的朋友 有意 要把自己家鄉的故事 寫上維基的時候呢 我們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對面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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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